立刻接吻嗎 立刻接吻 有嗎 因為太吸引了 沒有立刻經紀人來抱我 然後 還轉個圈了 是不是 早餐 要我幫你轉交嗎 好啊 憑藉著我吃了那男孩 一整年的早餐 創料入圍這次金馬獎 最佳新演員獎 和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的周星哲 可以說是好事多連發 也宣布和女友求婚成功的好消息 讓他產言 覺得真的很開心 在這個事業 然後愛情都可以 都可以很順利幸福 對啊 真的看到很多 小新一門的祝福留言 大家也有看到一些 就是很好笑的留言 說什麼失戀 什麼陣線聯盟 我覺得小新一門真的很好笑 很幽默 但真的受到很多大家的祝福 很開心 我覺得這個 這個當歌手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對於這次入圍金馬 Eric也表示真的沒有想過啊 我出道也八年了 我一向跟金的類的獎項 都沒有什麼緣分 前四年滿痛的 然後後面就慢慢就比較 Focus在我做的音樂 那這次的這個金馬獎入圍真的是很大的一個驚喜 然後 就入圍感覺很開心耶 就我現在懂為什麼大家會 那麼喜歡 只要有入圍 然後得獎的 你是兩個 因為那個心情是怎樣 那個變化的過程 我是我們當時是在機場 然後還跟我們投資方的這個 把媽媽在這個點落 然後他們在跟我講說 你入圍了 然後入圍音樂 然後就超開始的 因為音樂上我沒有入圍任何東西過 然後同事先說 Oh my God 然後說What 他說新人 然後就 就是 嗯 立刻接我 立刻接 好嗎 因為你太死了 沒有立刻經紀人來抱我 然後 還轉個圈了 對 對 我自己認為 我覺得在早餐電影裡面 我挑戰了一個 我自己認為 很 很難的一個部分是 因為當時演電影的時候 我已經出道了 七年多 然後 我的個性也蠻成熟的 所以要退回到一個高中生 我覺得是一個 蠻大的考驗 我自己 我自己看了這次 我覺得自己真的長蠻嫩的在裡面 覺得還蠻 真的蠻好玩的 蠻有趣的 然後也謝謝跟我對手戲的李牧 然後當然還有所有在電影裡面演的 演員們 他們在那個整個環境 那個氛圍 那個髮型 那個制服 讓我很進入到17歲的狀態 特別是第一次見到李牧的時候 就覺得 第一個印象覺得 他真的好少女 覺得他好年輕喔 雖然他年紀跟我差不多 但跟他聊天起來 就是他真的很可愛 然後我的個性就真的是 就是老人這樣 所以反差很大 你自己有承認喔 對 我覺得真的是比較 比較成熟的個性 然後 所以 等一下 你的問題是什麼 是說這屆新演員入圍者 真的都超年輕 有一家子兒孤孤教的24歲大男孩胡志強 哈勇家的張祖君 他目前是一名高中生喔 以及和黃車生合作百日青春的 巴基斯坦南海寧諾 他也才10歲而已喔 還有讓人欲上深刻的恐怖片 Joe的6歲小童星黃欣婷 他也是目前新演員講最年輕的入圍者 身為其中最年長的Eric 有信心和他們競爭嗎 他們都非常年輕 然後 也有看到他們演電影的作品 但 但 那個鬼片我其實不敢看 所以 我是不敢的 欸 那是天才童星喔 是嗎 六歲七歲 對啊 非常厲害耶 嗯 你的對手是六歲七歲 對 你覺得你有信心可以給他嗎 我覺得 還是一個是高中生 對對對 我覺得他們一定都非常厲害 然後 我 我就是 不知道 我其實如果很開心 所以 我 去參加 就抱起一個很開心 然後 平常性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對於拿不拿獎 你自信 有多少 你自然套氣耶 就應該說我 我蠻有自信的 OK 但 就是 沒有的話 我也祝福得獎的年輕小朋友 因為 這次李穆和宋某委 沒能入圍堪稱本片遺珠啊 我覺得這次在早餐裡面的 每一個演員們都演得非常的好 我覺得在每一個 他們該要突出的任何的戲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然後 然後向偉欣 比目跟我的對戲 我覺得他也給了我很多 就是 高中生的情緒 然後就可以 可以接 可以丟 然後很謝謝他 然後 然後 宋某委 我覺得他在裡面演得 那個 很痴 很笨笨的那種 對 暗戀的那種男生 我覺得演真的也非常棒 然後 他的哭戲 我覺得也非常厲害 所以 他們在我心目中 其實都已經有得獎 對 其實我沒想那麼多 因為我 對我當時就 當時就 他們恭喜我了 對我就很開心 對 然後我 我沒有想到說 他們沒入圍 對 但他們感覺都是非常正面 對 我們都 努力在做出好作品 現在有計畫 然後我覺得肯定 會有很大的幫助 然後 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所以 我一直都買熱愛演戲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 未來看到 大概是怎麼樣方向 我只能說這個角色非常豐富 對 會比桃佑泉 豐富很多很多很多 好強 最後買分百送上幸運小物 祝福Eric可以好運連連優 真的不可能 這好像有點太大賤了 是… 寶拉採訪組採訪報導 謝謝 也謝謝你們禮物 謝謝